9月14日上午,受中联班陆惠宁主任委托,求红副主任到内地核酸检测支援队驻地维稳看望,代表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和陆惠宁主任向队员们表达崇高敬意和衷心感谢,肯定支援队为香港切断隐形病毒传播链,打赢疫情防控战,做出了重要贡献。 求红表示,香港第三波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市民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面临严重危险。 内地核酸检测支援队满载着中央和内地人民对香港的关心关爱,白衣为假,持缘相将,不计个人风险得失,主动请站,纷纷誓言,协助香港抗议,我们责务旁贷。 有的队员甚至为此推迟了婚礼,求红称,应该为内地核酸检测支援队点赞。 到港以后,你们迅速磨合,在严格遵守香港检疫工作规范的基础上,形成了一套高指效的工作流程和方法。 你们的团队保持了每天24小时的高效运转,为香港找出隐形患者,切断传播,打赢疫情防控战, 做出了重要贡献。 支援队,你们白衣为假,全力持缘,用最美的逆行,诠释了内地人民和香港同胞,血浓于水的深情厚益。 求红指出,中央的关心关爱和支援队员们的无私付出,得到了香港社会的积极回应和衷心感谢。 广大香港市民各个社会团体纷纷自发欢迎支援队的到来,并通过写信、送锦旗,制作新意卡,再报章刊登广告的各种形式,表达慰问和谢意。 自8月2日开始,来自广东、广西、福建的近600名支援队员分批抵达香港,开展新冠病毒检测工作,协助特区抗击疫情。 内地核酸检测支援队总领队、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医整医管局副局长李大川表示,支援队协助特区政府开展的普及社区检测计划,截至13日晚已完成约160万份的核酸检测工作,也发现了一些初步阳性的个案。 支援队的工作传递了中央政府对香港特区政府的关怀关爱,队员们也都克服了困难,顺利完成了工作。 内地核酸检测支援队广东、广西及福建组代表也纷纷表示,在港工作的过程中,感受到了香港市民的关心与支持,非常荣幸可以为国家、为香港的疫情防控做出应有的贡献。 所以从我们作为一个队员的一个角度来说的话,也觉得我们的这个工作是非常有成效,或者说也体现了我们自己的一种职业感和我们的一种使命感。 其实我们这个团队还是非常团结的,大家有累活、苦活,其实都是争着干的,而且他们是一帮非常可爱的一帮人。 所以我觉得我们也算到目前为止,也算圆满完成了国家交给我们的这样的一项任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